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在的人们越来越喜欢在下班之后观看综艺节目,缓解一天中疲惫的心情。 现如今有很多综艺节目播出了一季又一季,向往生活中就是这样一档综艺节目,在每次综艺节目播出之后,大家就期待下一季节目什么时候播出。 前一段时间,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向往生活观宣避6G的好消息,表示将在4月份和大家见面,与观众朋友一起解锁大海篇,并且配上了一段视频,从视频中没有任何看到关于录制现场的花絮,看来节目组将其中的一些信息隐藏得非常深。 不得不说向往的生活非常的注重仪式感,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。 众所周知,在前几期节目中,嘉宾们都非常想要去马尔代夫,过上向往的生活,这次节目组也满足嘉宾们的愿望,带他们去了海边录制。 除此之外,蘑菇屋从内陆搬到海边,一定会让许多观众体验不一样的生活,在节目中看到一些其他的亮点。 例如象形男张艺兴和彭玉唱《在海边冲浪》、陆富基等这样的运动项目让粉丝们更加的激动。 除此之外,观众们最期待的就是该节目组能够原班人马回归。 但也有网友表示,有两个嘉宾并不希望他们再次参加这档综艺遭到了劝退,毕竟他们两个人的口碑不好,会给节目组带来不好的影响。 其中一位就是张艺兴认为,张艺兴在节目里装傻充愣,实在是太恶心了,在节目中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,没有任何的综艺感。 只有他的粉丝希望在节目中看到他,其他人并不希望张艺兴再次参加这档,节目给节目没有给节目带来了任何的看点。 并且表示如果张艺兴实在是太忙的话,就不要来参加节目了,总是在节目中睡觉和制作音乐完全没有录制节目的心,所以网友们想要张艺兴退出这档节目,由原来的嘉宾刘献华回归。 而另一位遭到劝退的嘉宾是张子峰,前一段时间他与燕许佳传出电爱绯闻,一直以来都没有出面回应和否认这件事情。 而粉丝们认为燕许佳配不上国民妹妹张子峰,而张子峰却不以为然地没有出面回应,这样让粉丝们默默地认可这件事情。 众所周知,网友信心念念期待的向往的生活第六集,终于官宣定档了,节目组选则在最美四月天开播,黄磊、可久、彭玉畅、张子峰、张艺兴几位常驻嘉宾像家人一般的相处,并且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录制综艺节目,邀请来的飞行嘉宾们也都是非常家常。 他们在节目中放松的状态,也是给观众带来满满的治愈感,而在预告中,让人意外地当数张子峰,竟然一改节目中设恐模样,堪称几个人中最活泼的一个,时不时主动与人闲聊,不怕脏不怕累,更不会看人下菜。 另外,张子峰在向往也是真实做自己,虽然近段时间张子峰因为恋情风波,口碑下滑了不少,但他在此前的节目中还是非常圈粉的。 近日,黄磊与大家互动时,他侃侃而谈,回归到大城市里,在繁忙的生活中能够找寻到内心的瓶颈,也许这才是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向往的生活。 当然,大家议论最多的,当属张子峰,他性格单纯文静,又有自己的想法,和这个节目很契合。 如今张子峰已经是个大人了,能做成熟的决定,就相信他吧,哈哈哈哈。 随后,黄磊表示,向往六关宣订当后,自己是立马请客,但是却唯独没有请张子峰,而被问几理由时,黄磊解释, 主要还是怕打扰张子峰的学习,因为他现在每天录制完节目,又要线上听课,万一吃饭的时候,错过哪一堂课,暑假不考怎么办,所以这是为他好,哈哈哈哈。 确实,排除黄磊对张子峰的宠爱,向往节目组对妹妹也是偏爱有加,相信新的一季他们一家五口还会像往常一样精彩。 小伙伴,对此你怎么看?